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进来了 然后刚才这个门票因为刚才是 他说是因为有疫情的原因 他就不就工作人员不撕了 我就自己把这个门票 这边这个半联给撕下去 还好今天外面下雨 然后里面是一个完全封闭的 一个室内的会场 说实话房车这块我不是特别懂 但是大概其实了解了一下 应该总体来说分为这种什么自行式还有拖挂式 然后日本这边由于受到它的自身条件的一个制约 因为路比较窄 然后停车场车位比较小 所以说这边自行式房车 包括很多的这种改装的这种房车 就比较多 而且这里面我大概看了一下资料 就是这个拖挂式的 好像也有展 咱们一会进去看看有没有 应该可能没有那种太大的 然后你看比如像那种海狮 风景海狮 然后还有这种小的皮卡 这种小房车比较多 你看这个黑色的 这个感觉很高级 这个好帅 你看它里面弄的 很桃花 后面这个位置 你看它就改成了双拍座椅 然后有小桌子 充电器 什么这些设置很齐全 装的也很好看 后面是一个这种横的这种 沙发和衣 这个后面应该是可以打开 直接可以睡觉的 所以这个虽然没有这个厨房 洗手间什么 但是它可以不太用 去改变这车里边的结构 就可以开啊 睡觉什么都OK OK的嘛 哇 这两个大狗好可爱 大秋天 那只狗叫什么 那个更可爱 说着说着这儿就有一个小的拖挂式的 这还挂着一个美国国企业啊 这个牌子大家知道吗 我这块确实是一个比较盲区的一个领域了 不过好像咱们国内最近玩这个什么房车旅行的比较火啊 挺热的 之后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日本这边玩房车去户外的一个大概情况 我也了解了一下这边其实还是很方便很便利的 就是它营区啊包括你停的这些地方这些设施啊非常完备 而且里面的一些软硬件吧都还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车你看它是卖三百七十九万两千八百亿元 里面是个小朋友 你看他正好躺在后边了 后边是一个上下腹 然后呢这儿是一个桌子沙发 那个位置就是厨具 那边还有个小沙发 很温馨啊里面 ok 然后这一楼啊这个就是k car嘛 这就比较简单了啊这个 比较麻烦一点里面你要自己去弄一忙 然后有这个天幕 但是这个税的话可能不是特别的货 价格是334万多日元 快20万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吧 就有其他更多的选择 然后咱们去看看别的 这还有一个NV200 同样是有一个天幕 然后你看前面这个位置其实 这个位置没有什么改变 然后上面是可以支起来之后是可以睡人的 然后电梯设备什么的 ok 这个位置就比较简易了啊这个位置 你看 啊 这种的我是个人比较觉得也比较喜欢 就是这个风田的鞋卡车改的这种房车 因为它这个高度里面的宽度啊空间什么都非常的合适 你看这个车是卖不到1000万日元不到60万人民币的样子 可能价格好像是要比咱们国内贵不少啊 但是里面的这些东西啊 然后精致程度啊 包括一些细节的设计 我拍视频之前进去看了看 然后了解一下看了看资料啊 都还是做的挺不错的 这个就是海湿里面 它这个高度还有宽度 包括里面这些结构啊 就还是一个比较硬的这种改装的感觉 就不是特别那种 哎 这有一个三菱的最新的德里卡 这个上面是升起来的 上面应该是可以睡觉 但是这个可能季节影响比较比较那个什么 卖700多万日元 这最强越野MPV 这个车是可以当场就可以买走 先量一台300多万 哎 这个价位真的是 虽然它它它怎么说呢 里面的东西还可以啊 我自己觉得就是虽然还行 你看 改的比较专业 但是这个价位有点不太能接受 哎 这边这几个家伙就 感觉比较带劲了啊 这个体量 就是一个正经的房车的感觉 这里面是带着一个独立的 呃 料理的区域啊 包括洗澡啊 卫生间啊什么这些都有 而且空间也够大 你看这里面人 超级多 这个后面那个床下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储物间 超级大 五六十万人民币的这么一个 应该是风险的那个小卡车改的吧 这个现在没有人 咱们进去 瞧一眼 哎 要拖鞋 然后拖鞋才可以上啊 哦 啊 上面是一个可以睡人的 然后这个可以可以拉出来啊 看还挺 哦 这上面还挺大的 这睡两个成年人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然后这个就是驾驶舱 这个宽度什么的还OK啊 这个位置就可以坐人啊 然后这儿有一个操作台 这边是电 这儿有一个桌子 简易的沙发 然后这个位置呢 这儿有一个微波炉 这儿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料理 这个玩玩房车的人 大概我一拍 应该大家就能 很清楚 能知道这个这个房车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 一个情况 你看 然后这个 这个位置应该感觉是可以坐淋浴啊 然后马桶 应该是可以 但是这个车没有 然后后边还可以睡人 这儿还有一个家庭的这个日历的空调啊 这个床在日本就一 可以睡两个人是比较标准的一个尺寸 也不压抑 储物足够了 对吧 然后下面就是 它后边这个超级大的这个储物空间 真的是太大了 上面有换机扇 咱们再去看看别的 刚才也说到了 就是日本这边 它其实房车的这个环境啊 基本的这种软硬件啊 做得非常好 非常细致 很人性化 虽然说现在我没有这个房车啊 然后但是呢 它有些地方也是可以把你普通的这个 无日房车的这种车呢 停在那去去看一看体验一下 没有问题的 如果大家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我可以去找一些这种地方 然后专门的去给大家拍一些视频 分享一下这边玩房车 玩露营的这个环境是什么样 今天是看看车 然后之后呢 有机会咱们再去看看环境 大家觉得怎么样 有兴趣吧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的视频底下评论区留言啊 你看这个 这个睡这么高 有点 我这个车17元人民币 菲亚特的 这个不能进去啊 你看它前面这个驾驶 一座也可以翻转过来 这个位置就是可以上上面去睡觉的 但天它冷就不行 天冷就可以睡车里 这边是操楼台 这个是喜剧领域的列岗 60多万 我觉得买一个这个是不是还可以 60多万人民币 60多万人民币 这个是睡上门 但是这个不是像刚才那种是个帐篷 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 车体质啊 应该比那个保暖性能要好一些 你看他们真的很多人来这不是说像我似的看看热闹 真的很多人就是 就是奔着买来了 而且我也看到有的车好像已经卖出去了 就已经不让进去了 这个就小一点 你看你看这个 刚才拍这两个车 哇简直太大了 可能放在咱们那是OK的 但是这种车就在日本就合适 就是再大一点就又不合适了 刚才说着说着你看这就遇见了 这个车已经卖出去了 所以它就不让进了 这车卖970万 40万人民币的样子 你看很温馨 这也不知道是被 被谁买走了 同样上面是可以抽出来的 挺很大的一个睡觉的一个区域 这车里边睡6个人应该是OK的 中间这个也可以做睡觉用 就变换一下就可以了 储物啊 空调 这边是一个料理区 然后那边是一个洗手间 再往后还可以睡人 这个真不错 要是有钱有时间的话 买一个这个车 在日本这边边玩边拍视频 然后边享受生活 真的是挺不错的一个事 OK咱们继续 你看它这边车型主要还是这两种 我以为可能会有那种特别美式的那种车型会来的 但这里面好像是没有 有点小遗憾 你看这还有皮卡 海拉克斯上面加了一个壳 这个东西就稍微有点简易 你看比较简易啊 虽然这个驾驶鞋 驾驶这个位置 有点 要是古老 但是这个后面坐的 坐的特别好 小车这个配色也特别好 这个车卖660多万日元 30多万人民币 很生活 你看 有个三菱的公调 这个是洗手间 哇整个的装修 哇 哇塞 这感觉好棒啊 这个稍微就大一点了 但是也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美国那件什么品牌的 就是那个银色不就钢颜色 那个大拓载房车的特别累积 你看这一个是 这个这边是英国的一个牌子 这边好像是一个德国的牌子 哇塞 这里面是两个分开的单人床 还能一个小床头柜 你看 储物啊 什么的 后面是 洗手间 这可以睡五个人 然后是卖五百万 还行啊 我觉得不太贵啊 在这里面是一个 在里面是一个 会合厅 这辆是四百四个 看好像这可以睡六个人 自重一点四吨不到 哦 他这个跟那个不一样 这边是一个沙发 然后应该是可以变成床的 我感觉 然后后面 你看上下 就可以睡两个小孩 应该也是可以变化的 然后前面是 一些操作区 电视 这种就适合你把它拖着到一个区域里 然后把这车就放那儿了 你就开着你的那个前面那个车去 该干什么干什么 然后这个车就不留下 待一会儿 待几天玩一玩什么 他这边狗好多呀 我这个这个狗这么大点 这是什么狗 我的天哪 你看他 那边好像是有那个 日本这边有两对男女朋友还是夫妻呀 我看那个电梁上说 是这边的YouTuber 就是专门刚才我提到的玩房车 玩露营的 然后你看他这个车 我针对这个车是其中一对 这个YouTuber他们自己用的这个房车 开到那儿来展出来了 就是你看 这是他们自己的车 这些穿绿衣服的人就是一些玩家 是职业玩家 他们这个车 超温馨 这是人家实际在用的车 这边同样是一些户外的 充电的 灯米瓣的 什么碧瓦啊 露营灯啊 这些都有 粉泉啊 你看 超悬 然后还有这个 小马桶 这样的 免春马桶 是不是 然后前面是因为很多带宠物来的嘛 他骂了一些跟宠物有关的东西 好可爱 宠物贴 手机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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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看这边 OK啦 那这大概就是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在这边看一个户外的房车的一个展览啊 觉得挺有意思的 因为确确实实 可能在节目里面不能说的太多 那这样的话这个节目时间就太长了 能学到很多知识 可以包括跟现场的工作人员聊啊 然后听他们一些玩家之间的一些交谈 确实是挺长知识的 但是有一些小失望 没有看到那些特别大型的那些 拖挂式房车 就是特别牛的那种 包括像之前我在咱们国内工作的时候看那种慢的那种大房车 那更没有了 那种在日本根本就开不了 就很少有路能开那种那种车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不过呢 我觉得这个事它是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生活方式 可能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还有人去想 去体验 或者说去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 去玩一玩这些东西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也在这边去租 因为日本是可以租这些房车的 还是挺发达的 就是挺便利的 不能说很发达吧 挺便利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可以租一个稍微的实用一些小点的房车 先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体验感受 包括房车的租赁过程 包括房车的使用 包括在这边的一些环境 都是什么样的 和大家分享 可能就租一个 大概我身后体量的这么一个房车 和大家聊一聊这边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也欢迎大家在我的视频下面进行一些讨论 虽然我不是很懂 但是大家可以发一些东西 我可以如果感兴趣的话 包括可以提一些问题 我也可以去查一下这边相关资料 和大家一块去交流共同进步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也欢迎你关注我的频道 转发或者评论或者是点赞 这期联系生就到这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